歐洲冠軍聯賽半準決賽次回合 星期四凌晨有巴仁慕尼克主場迎戰阿仙奴 阿仙奴近況欠佳已經連續兩場賽事沒有贏球 而且每場都失兩球,加上往績上處於劣勢 所以今著阿仙奴就不被看好,真的有機會被淘汰出局 說回巴仁慕尼克,首回合開打之前 巴仁在聯賽上連續輸球,加快了李華古信今季奪冠的速度 正當大家以為巴仁作下時就會沉淪下去 但結果首回合在12分鐘落後0比1的情況下 當比賽去到32分鐘,巴仁憑著格納比卡尼的入球 將比分改寫成2比1,雖然最後比阿仙奴二比以迫和 但巴仁最後展現霸氣的姿態,上輪聯賽 巴仁又回到主場2比0取勝 計算之前與海登涵一仗 巴仁已經連續三場各行賽事,單場至少入兩球 整體火力有保證 留意是,巴仁今屆賽事四個主場合共取得三勝,一和不敗 當中贏球的三場比賽,單場入球數是兩球或以上 再一次證明他們有充足火力 除此之外,巴仁過去十次主場交受英格 難球會只輸一場,贏了七場 所以有足夠理由相信 巴仁茂尼克今場能夠憑著超強火力贏球晉級 人腳方面,阿芳素·戴維斯停賽受罰 保爾、沙亞、加勒比和高文德因傷缺陣 至於阿芳奴,上週聯賽不敵阿士東維拉 令他們失去了英超爭管的主動拳 連同首回合打和巴仁在內 阿芳奴近兩仗未能贏球 與之前的勢頭相比近期狀態有點下滑 最明顯下滑的地方就是防守方面 阿芳奴今季英超崑場失球數是0.81球 這位數據是聯賽中最好 而首回合前球都連續,四場降紅賽事後防沒有失球 但過去兩戰,阿芳奴每場都失兩球 阿芳奴西斯·沙列巴帶領的防線就要好好檢討一下 同時沙卡至西斯這些攻擊手都要找回狀態才行 過去九場降紅賽事,阿芳奴滿黃曼城以及上列聯賽 風扇上沒有球入,以近期球隊攻防表現來看 雙線作戰一定對他們有些影響 就算現在他們陣容中雙兵只有隊 但陣容上與拜仁比較可能差一點 所以今集阿芳奴都是不宜高估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猶如置身現場,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再次見! 再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